大家好我是Pit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第一个没跟着Pitter一转 带大家看看市场上 整个市场在狂跌 我们下午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有机会要回档 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直接比特币破2万 一破一千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看 市场上发生什么事 马上开始吧 首先大家去大家推流 我们这边再办AlphaPass白名单 直接抽奖 请大家赶快来这边留言 第二我们在下午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这边好像Fair Extreme 这大概6 昨天前天都还在7 今天感觉快要什么事要发生了 结果马上一个 比特币就跌破了2万 然后以太跌破1千 那另外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 就听到三件 现在基本上应该已经 就躺平了落马 三件资本很多这些费用 基本上钱放在 他们OTC这边基本上都没了 因为我们就讲说 这个Winpo Winpo将相对低点 这个是在比特币来讲的话 进入这个低点区 其实很有机会 就是很好买点 低点区至于要多久 这边可能会 你看进入低点区之后 然后这里 这一个区可能都要过几周 这边低点区到这个低点 可能要过几周 我们现在目前到几点区 我们再持续关注 觉得大家看市场吧 比特币目前为止跌到19,4000 那EAT在1千 EAT刚才是跌破了 1千 那比特币下午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2万0200左右 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 直接往下灌 灌到最低点 一到18,700 在这地方 我觉得比特币的话 就会回上来回来 重新碰触到这个跌破的支撑的部位 那持续有机会往下走 EAT的部分也是一样 EAT的部分 如果我们看四小时图 四小时它的低点 这边是1万1,015 之前这个是1,014 1,014其实 你说在6月15号 三建资本 他们的liquidation price 是在1,016 这边应该都已经出事了 只是一直大家就没有办法确认 然后最 现在又慢慢慢慢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才确认三建资本 应该已经是躺平的 我们来看一下三建资本的一些消息 第一 我们来看这个 叫做Danny ABC Danny ABC是什么 他是一个A Capital A Block Capital的 里面的应该是Founder 那他讲说 他跟三建资本很早前就认识 那在这边 他们也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跟做一些生意 那跟三建资本来讲 他觉得说 这个公司最早出来的时候 做事还可以 他不会因为很小的利润 然后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这边他讲一些是说 他发现三建资本 把他们的钱 拿去挪用 然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们detail部分 来我们来看 detail部分 这边刚好 这个被文章特别讲 三建资本挪用100万美金 就职交保证金 那你说这个公司有 200亿美金 200亿美金的管理的资产 他既然拿100万美金去做 职交保证金 你不觉得很扯 那你看这就是Danny 就是刚刚Danny Aplus Danny在推特 什么刚刚推特他讲 他就讲几个说什么 当你每天交 一九位数的时候 一个亿的 一个点 就是1万美金 所以他每天你都 付很多这样的费用的时候 那很少的钱 其实很少 很多的钱的时候 你很少那个利率 其实对我来讲 费用就非常非常高 然后他们跟他们 其实有一些 从有一些合作 超过一年半的合作 他觉得三建资本 有办法 还 应该不会连这种 十几亿美元都搞不出来 但是你看这个市场 一反转之后 直线往下之后 发生什么事 他讲说他们连 缺少了100万美金 他发现 你看他们一个资金 控管的平台 调本控制说 他们是少了100万美金 这100万美金 跑去什么 跑去帮他们交保证金 那他们特别去问 说三金资本打电话去问 但没人接 没人管 那这是代表什么 那其实说整个保证金 没有 没有任何人回应说 你这个100万 是不是被他们拿去 交其他平台的保证金 那特别这个时候他在讲 像三金资本并没有 像Selsea这样 使用客户的钱去投机 那其实照讲应该是好事 但是呢 三金资本把他们的资金 拿去交保证金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夸张的事情 你看这边讲说 堵掉堵住是一回事 但是不要把堵住 无关的人全部扯进来 我觉得三金资本 像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们现在出现了问题之后 他跟市场上没有 其他的这所谓的 声音上的伙伴 就是借贷方 他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那甚至就等于 基本上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那变成人家是你的债权人的话 是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人家债权人只能想办法 就是在市场上把 把你在那边抵押的部分的投注 你把他清掉 拿出 拿下剩下的钱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三金资本 现在最大的问题 那我们看看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讲BlockFi part of liquid 三金资本 就讲一个 BlockFi为什么是跟三金资本 要扯在一起 你看在讲说星期二的时候 三金资本有一个4亿美元 马上就要被清算 但是BlockFi这边承认说 他们被清算方最大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主要就是他们债权人 所以BlockFi现在主要在很短时间之内 在15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这个文章 那他们就 他们其实就好像打算要 清算三金资本的这个 这个部位 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 还持续一直想要找他们 跟他们聊 看有没有办法做一些缓冲 那其实他讲说 其实你不管怎么样 三金资本 做这种什么risk management 做的非常非常差 你一般不会说 这很少的一个部位的话 你risk management没有做好 那基本上 这个是大的金融机构来说 是没办法 没办法了解的 那另外 这边还有一篇文章讲 三金资本考虑 可以出售资产 那他其实你说呢 三金资本最大一件事 你就当初Terra 在八十几块的时候 他们还去融资Terra 五亿美金就这样丢到海里 五亿美金的现金 不是这些其他东西的 不是资产或干嘛 现金不会直接丢到海里 所以你说当初 他们就supportTerra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一件事 那现在三件主要他们是被谁清算 ftx derbit 我们知道derbit是一个做这个option的一个平台 然后big max 其实过去一周已经都已经清算了 这边还有我们讲到一个三天资本 就除了wafi之外后面还有哪些本身他们合作的这些链有什么 Avalanche Bitcoin Eats Kusama Mina Near Borgadol 然后Solana Terra Terra就是最惨的 那他们其实借贷方什么 Ave Audana Balancers 这是很大的 Ave Balancers 对不对 然后你说下面这边 Kyper Dout 然后Kyper Network Kyper Network都是韩国最大的一个平台方 最早 那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 你看 这什么 Perpetual Protocol 这边有一些 有一些 这些其实市场上 你看这个猫球签 市场上的一些伙伴 这伙伴其实整个都被三天资本扯下来 你要知道 如果你借贷方 没有第一时间清算 把他们的这些剩余的价值拿回来 那借贷方 这个怎么授权 就是这个 借贷给三天资本 这些借权人 那他们基本上 他们自己要吃掉这个 损失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扯的一件事情 那在我们推理里面讲 讲这个 你看三天资本 很多很多不同的 这个Protocol都跟他们讲说 没有收到他们的一些消息 你看从6月10号以来 跟三天资本 这跟他们的一些团队 相关的一些交流 基本上都讲说 他们最早 其实他们投资 然后有一些部分的稳定币拿去这边借贷 放在他们OTC的这个一个所谓叫做TPS 那照讲应该是说你每年给人家8%的return 但是并没有 你并没有8%return之外 你现在说我这笔钱 这些钱放在你这边 可能都没了 这些钱可能就都没了 因为这种东西 你说一些钱放在你这所谓的Custodial 政治你这种算是保管 Custodial就是保管的这些服务 基本上就没了 所以这是一个现在一个连锁反应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BlockFi也讲说你看 It's liquidated BlockFi只能把三件所有东西通通都卖 为什么他主要是要自保 他如果不自保的话 BlockFi整个是被扯下来 我们现在看说这整个会不会说 你看他整个把这个一个4亿美金的STE 拿去liquidate 那liquidate有办法的话 拿钱拿回来 那另外还有什么 你看BlockFi 这也是另外其中一个 他们几代方 他们应该也是在三件资本 这整个一个漩涡里面 所以现在最大问题是 不是说我一家公司倒就算了 是说公司跟着一起倒 那我们这边另外有一个 一个文章也跟大家讲到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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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刚刚在跌 我们刚刚看It's It's It's 现在是多少 1000吗 It's It's 刚才我看小15分钟图 Oh 15分钟图 我们拉起来 It's 我们刚刚在这边 1010几周跌破 之后下来 我们这个地方往上涨 It's It's 有机会回回到到1000左右之后 持续 应该是持续会下探 我们看It's 这个文章讲 It's It's 现在主要在这个文章贴出来的时候 大概是1045 但你说它在整个三件资本 引发的风波 那不管是将来的 这BlockFi会持续跟着 持续卖 BlockFi应该已经卖了一部分 后面应该还跟着卖 那这个是否 我跟他这个讲 12345 如果你算 这个BlockFi理论 他预计这个有办法 会回到720 It回到720 之前我跟大家讲说 It's 有机会回到800以下 那是比较保守 那400到600 不是看不到 在这个地方 人家是预估的 机会回到700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难讲 目前为止是18号 在两天时间20号 看看It's 会不会再跌破800下 所以这地方 我跟大家讲说 不要急 有些朋友讲说 我们讲去抄底 特别在我们Discord里面 好多朋友去开空单 但我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去追空 大家知道空单 这种东西 有时候会被嘎空 会亏到钱 因为你只有反弹的时候 才去开单 不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去追空 这不是一个 明治的决定 我们的市场 整个以太已经跌破一间 那比特币跌破两万 我们看市场上 有这么多事情在发生 那还有很多不同的新闻 我们再持续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 再给价值观众 推着一下Discord 订阅订阅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